当下只有我怎么办的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也没有说要处理什么事情 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是 我好想放弃自己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Oh my God 你想哭了是不是 就是其实 对这个也是这一行的一个比较压抑的点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 展露出来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英尼而在 让我们掌声欢迎最近发单曲的Elkie 哈喽大家好我是Elkie 庄定兴 然后我最近刚推出了我的新单曲Speed Out 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你刚好最近有发单曲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单曲的概念 好啊好啊 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关于车的主题的 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希望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可以像我主方向盘一样 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 然后自己决定速度 去积极面对人生的每个瞬间 是一首就是挺正面的歌曲 因为我在我刚才我在研究你的歌词的时候 我发现有几个还我还蛮喜欢的词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聊一下 好啊好啊 你可以不用太紧张 就是你放松可以放松一点就好 这个其实是我的习惯的坐姿 在韩国也有训练的 没有就是 就是自己本身是这样 OK 然后每一次通常我跟别人聊天都会说 你放轻松一点 我说我很轻松 然后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轻松是这样 但我就很难啦习惯 但我很轻松 好还是你需要酒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好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在你的单曲中有几句 我先聊其中一句是 你提到说在 喧嚣纷扰的世界 虚伪的表面 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是因为有什么事情让你有感而发吗 我觉得其实歌词 这句歌词不是说因为一件事 嗯 我其实是希望说因为这首歌有一个我想要带出的 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个讯息嘛 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就是外界是这样 但是我们内在依然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 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强烈对比 所以我才写出这样的 然后也是 我自己在这一行会经历的东西 可以谈一下吗 其实在MV里面也有一幕是我在车里 对 然后外面有很多闪光灯啊 对对对对 镜头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刻的生活都好像被大家关注特别多 然后外界是这样 然后我们平常出来可能在舞台上也是 展现一个最就是最好准备的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但其实就真真假假 然后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在这里面也会迷失 但是希望说不要被外界影响 所以在MV里面的那个表达也是外界这样拍着 但是我依然很坚定的看前面 所以我就要走我的路 就是一个这样的 你刚有谈到说迷失 就是你曾经怎么样经过迷失啊迷惘 我觉得每一刻其实都都会迷失 直到现在也是吗 会吧你会吗 我现在比较还好 可是我之前曾经有就是经历过很长的 也是也需要跟自己对话或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可能我不像你因为这么在这么目前 所以我可能稍微可以不会受到那么 有时候还是会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比我还更多的暴露在大家 众人不管是巡回演出或是什么等等 更暴露在大众面前 所以我觉得你的迷茫或迷失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 心态可能会需要比我更强大 所以我才想问问 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我到现在我都不敢说 现在这个我就是最完整最完全的那个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 但现在算是稍微的比较接近了我自己觉得 然后以前的话因为我是我很早就开始演艺活动 然后2009吧 我想说差不多 就十几岁 对啊 就开始拍戏 然后后面又就是 虽然我知道自己喜欢这一行喜欢这个唱跳演 所以我就接着又去了韩国 对 但是我去到韩国的时候其实也是16岁 然后呢就会被困在一个那样的公司的环境里面 可以进行一下 其实我特别不知道我的性格是怎么样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会一直问自己说 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就前几年我可能会更多的迷茫 会觉得我好像不太爱说话 就前几年曾经有试过 是指说以前就是在进入韩国练习生的生活之前就是比较不爱说话吗 还是说因为进入韩国反而更压抑了你自己 应该是在去了韩国之后 对 因为但我当下是不觉得有问题的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我 现在我也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太爱说话的其实也一样是我 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那样的我就是全部了 我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我可能就是喜欢就做一些很安静的东西 就我当时这样想 但是后来又慢慢的可能就有一些变化 然后接触到一些别的朋友啊 然后又就是有一些新的体验之后 我又觉得我好像又是喜欢热闹的 对 所以是因为时间而改 有可能是因为时间跟环境所改变 经历啦 对 因为就是可能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有一种 就是被关在里面 就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也不懂得怎么表达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很喜欢表达自己 就我我会可能跟家人都说一些开心事 对 比较隐藏自己的对对对 对对对 但不是故意的就是对 不想让他们担心啊 就觉得好像也不需要特别讲什么 对 所以比较压抑 对 就后来所以才开始了创作 嗯 我想问就是在可能在你去韩国之前 你觉得你是怎么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个性 那到了韩国之后你觉得又是什么样的个性 到现在离开可能clc之后那又是什么样的个性 有一个是可能可以从同心之前就是还没出到之前 哇哦 对 同心之前的话就是 其实我觉得几个阶段有点像 嗯 就是同心前做同心了以后跟现在 其实是像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跟小说是像的 哦 是中间那一段时间我是比较迷失了自己 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成长的过程嘛 嗯 然后当然现在当然会是以前那个版本的进化了的版本 对 就是 嗯 小时候是可能 不懂 所以会是那样 然后 中间是学习 现在是 懂了 但我选择还是想要当小孩子 我觉得是这样吧 我曾经听过一段话 他说 坚强是因为 你经历过了脆弱之后 你才而选择坚强 这我觉得好像有点贴近 你的 对 现在的那种 嗯 就 我觉得经历还是好的 就 我会觉得最自由的 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就放任就是自由 而是你懂了之后你可以去选择 走的时候 才是自由 对 对 家人会支持就是你做坎通 不管是出道啊 或是这些现到现在为止他们是支持的 他们的话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支持的啦 但是在我要去 我说我要去韩国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犹豫 当心吧 因为 对啊 16岁 然后当时就学业也要兼顾 然后就 他们就会觉得说 会不会先把书念好了 OK 对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就我跟他答应了 我说我去三年 三年内 我出不了道的话 我就乖乖回来念书 书 我什么时候我想念都可以念 但是 当时这个机会是 首先是我真的很 很努力去争取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 不会再有第二次 我就跟他们说 就给我三年 对 那你觉得不去就会后悔 对啊 因为当时虽然只有16啦 但其实 要去当一个从零开始的练习生来说 我会觉得年纪有点大 以韩国的练习生的体制来讲 对 然后 所以我就 就跟他们说 现在必必须去 后悔吗 不后悔 家人现在是支持的吗 支持 看到这样的成绩之后 他们会觉得 就我觉得我家人还是蛮相信我 OK 对就是一直以来都会说 就是我觉得你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力 我相信你可以的 就 他们也不会问过多的事情 可能就觉得 人生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 也对啦 其实也对 就家人们还是会说 你也不用想太多 就先 就你还年轻嘛 对他们就这样说了 OK 但是你经历过可能 因为你说你从蜕蜂中后来有 就是从迷茫中后来有蜕变 嗯 那可不可以谈你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样蜕变的这个过程 迷茫中蜕变 就是现在自己还是会有焦虑或是迷茫的时候吗 我觉得人吧 就是一直情绪都是有很多的 肯定还是会有 焦虑的情况肯定还是会有 但是 起码 现在此刻的心态会比前几年要强大一点 自己会觉得状态 就前几年有经历 经历蛮多这种心境的一些低谷的情况 然后 可不可以跟我特别谈一下这一段 就 当时反正就很多事情夹在一起 然后 自己就不知不觉的就会陷入了一个可能 心里会有一些不太健康的情况 哦 例如什么 就是 当下只有 我怎么办的一个想法 就是 其实也没有说要处理什么事情 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是 我好想放弃自己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我的天啊 我想哭了是不是 我有卫生纸 没事没事 我其实有预料到 我节目都是比较走心风格一点 我知道所以我很喜欢 其实 没事 习惯就好了 我经常流眼泪 我觉得搞艺术的人都是要稍微的感性一点 我跟你一样 我自己也是很感性 然后我是完全感性的人 反正当时就是 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在健身房 然后我在跑步 突然间就是又传了几个讯息跟我说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突然间整个人 不太好 我直接蹲低 就是 停掉蹲低 然后就在那边 完了 但这里是外面我不可以这样 就是其实 对这个也是这一行的一个比较压抑的点 就是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 然后 然后我就马上跑回宿舍 然后呢 把自己关进房间以后 当下其实 我发现的是 当你心里不健康的时候 你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心里是不健康 对 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抱着膝盖 在那边哭 然后想着 我怎么办 我 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怎么继续 生活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然后呢 当天就是 蛮有趣的是 我的好朋友跟我真的永远像有 心灵感应一样 我也没说什么事 然后 他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但他突然间给我发讯息说 哦 我们去散步吧 然后呢 我当下其实 其实当下是不想 因为我觉得我此刻 我不想见人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 我其实一直都 不怎么会在朋友面前说一些 比较负的事情 负能量 因为我总会觉得会 传给别人 然后 但当下我又想 就是 我觉得我里面还是 有一些 就是比较积极的 本身的性格 还在乐观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是过完这个坎 我还是要 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我现在 人家伸手 要扶我一把的时候 要是我不抓 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所以 我觉得我必须出去 然后我就说好 然后出去了以后 就 走了五个小时 真的我一直走 一直走然后后面又去 就是边可能喝点东西 然后一直聊天 就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这样 又很突然 情绪有进去 对 然后 又没有办法去 表达发泄 当时的我更加不知道 自己一个发泄口在哪里 然后 后来就 我也有跟朋友说 其实我特别害怕 我跟你说 我会 影响到你的心情 他说不会啊 就是 他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一样这样陪着他 所以他觉得 其实我们是互相 在 帮助大家的 然后后来 我觉得经历过那样之后 我会 就是有一方面的成长是 就是 我会一直 就每次见朋友 或是没见面 我都会问 最近怎么样 最近开心吗 最近快乐吗 就我一定会 关心蛮多 这种情绪上的 问题 但是你现在是会 就是 遇到可能 比较低潮的时候 还是会跟朋友讲 还是你还是会选择说 暂时先 隐蔽 异常起来自己 现在的话 多了几个方式 我觉得 就是 哭是一个啦 这会发现 然后 其实跟朋友说的时候 已经会是 我稍微处理 我稍微处理过自己的心态了 然后我会跟大家可能 轻松地说一下 然后呢 我现在会 让自己 要放松的时候 我会 走一个 我自己的模式 叫随心 这个随心是 以前我不懂 因为我 我是一个特别 计划 就计划好每一天的那种 想要计划好每一天的那种 对 那种性格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放假 就是我的放假 都是有计划的 但是后面就会觉得 啊 有时候其实可能要听一下 我的心 他想干嘛 他现在 他可能想 听音乐 那我就听音乐 这首不喜欢 那我就不听 然后 如果我想要去 运动 那管他累不累 我就要去运动 然后 想吃什么 那就 先不要想要管理 就吃 就 有时候其实随心感觉 才是一个 最 能找到你自己 的 一个方式 对 我有听过一句话 他说 人生有时候 然后当你脚步踩很快 你有时候会 迷失方向 嗯 但是有时候 选择人生暂停键 或者是 可能你放慢脚步 或是暂停下来 其实没关系就是 大家都可以理解 这样 好像还真的是 就是 以前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步调 都是维持在一个很快的步调 然后后面就稍微的 哦 就是懂得一些 什么叫慢生活 对 因为一直不知道什么叫慢生活 对 但现在的我就会稍微的 自己觉得啦 就比较有 所谓的松弛感 自己的步调吧 对 其实这样也会让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 更好的状态 就 以前的我是真的 就是 可能 永远都是这样 然后 我 我哪怕跟朋友们 可能小酌的时候 我到最后 从来不会有人见过我 喝多其中之一 另外就是永远都是这样 喝酒就是 像机器一样 但是其实 当时我真的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 然后我也没有刻意要去 说我要那样 只是 我也不知道所谓的放松是什么 所以就 慢慢一步一步的 成长 会有朋友说 可能身边的朋友说 会经过你这么多的 可能成长啊 有人会说你变了吗 这讲你的心声 说到朋友又会想哭 我怎么眼泪那么多 我觉得其实在朋友们心中 就是 有一样的 也有变化的 也有变化的 这个为什么要哭 这太搞笑了 就是 毕竟以前可能就真的是 什么都 不懂 也不会去想 的 就是真的是一个最天真的状态 然后 后面就是经历满多那种 毒打嘛 就会稍微的有一些成长 但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首先 我的初衷可能是不会变 然后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 都是 还是蛮积极的 蛮乐观的 然后我有跟朋友聊过 有点事情 我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这几年会有变化呀 然后他们说 只觉得你很厉害 就会觉得 你 经历了 他说的这句话 让我当时直接哭出来了 他说 感觉你经历了这么多 但是 你还是一样 你还是那么的 坚强努力 然后还是 就是一直 继续去尝试 然后 就是说 谢谢我还是 以前那个 就 我觉得现在的我肯定 肯定 肯定不像以前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一样天真 但现在的我是 我虽然知道社会是怎么样 但是 我其实 觉得我还是 挺幸运 可以选择继续当那个 比较 就 成真的自己 我觉得 应该是说你经历过 就是即使 你经历过 可能面对这个世界的 绝望也好 迷惘也好 就是迷茫也好 但是幸好你还活着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其实之前也有写过一首歌是 就是 这首歌估计就不一定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但其实那个歌词是我特别喜欢 喜欢它的原因不是说 它有多么 正面 而是 就是 其实 其实这首歌的内容吧 就是 深层去看的话 你就会看得出来 我当时是有多么的 可能所谓的绝望 但是 就是 它对我来说 会是我一个 满自愈的 就是我自己看回这些歌词 我会觉得 我撑过去了 然后 对我来说的意义就不一样 这首歌 对 就因为 在 歌词里面有一些写 可能我会觉得 连哭我都不能 不能发出声音 就是有一种 嗯 就是连呼吸声都 磨灭掉的 哭声 对 哭泣这样 就是 蛮 蛮心疼我自己的一首歌 那首歌我填的是韩语的字 然后 其实 整个范围会是一首 我把它想像是 想像成 可能 掉进海底里面 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 OK 会特别 窒息 会有那种 就是 如果有深海恐惧症 然后可能就会 对对对 就是一个这样状态进海底的感觉 然后 嗯 其实也是 有请 成员们帮我一起唱 这首歌就真的是 就是 我也很 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她分享 但是 不知道 有没有那机会 那歌词 副歌的歌词 就是说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刚才说的 呼吸声都被 抹灭掉的 哭泣 然后 嗯 盖在上面的是 笑容 就是 反正就是这种 你愿意来谈谈就是 为什么你当初会 想要去韩国当练习生 本身在香港当童星 其实 很开心 然后当时 各位导演兼志们也都 很喜欢 就是找我去拍 其实 大家看起来可能已经会觉得说 哦 你机会蛮多的呀 你就继续这样拍吧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就每个市场它的 他们的 这种要求也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我当时 我拍到15岁左右吧 对 差不多 那 我要继续拍的话 我可能要再拍个 不知道 十几 十几二十年吧 可能我才会有一个 让大家真的看见我 知道我的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想 我很想要再追求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 然后 我又不希望说 一直只能当 谁谁谁的童年 然后 谁谁谁的女儿 我也希望是我自己 所以 我当时就看了 我觉得韩国他们是 就是愿意用一些年轻的人 不管是可能 舞台上 还是戏剧上 但我觉得他们就很愿意给年 给年轻人机会嘛 我就觉得 我更想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K-POP 然后我当时就很喜欢少女时代 我觉得他们 在舞台上就是 闪闪发光的 然后 我也特别想像他们一样 于是我就去选秀 对 然后 其实这个选秀过程也不是 特别简单 首先第一轮是 当时 当时那个公司他们去到深圳 海选 去海选 去海选 对对对 海选 他们去深圳 他们其实没有去到香港 但是呢 我又觉得 很近嘛 然后呢 我如果不去这一次 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就飞深圳了 啊不用飞了 就坐车去就好了 很近很近 就去到深圳 然后 当时那一场我也忘了 有 就反正几千人这样 然后 首先在 就是一排十个人这样 OK 然后选完之后呢 他们就说让我 留下来 然后就多拍了几个影片 后面就 就跟那些工作人员 保持联系这样 但其实 也是隔了一个月 他们才 跟我说 哦 接下来你每个月就发 一个唱一个跳的视频 给我们吧 其实 就是 也是挺搞笑的 因为 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他每个月让你这样发 是不是也是 挺难呢 嗯 然后 当时就自己会去租 租外面的场地啊 然后自己去 练舞 然后唱歌 其实 当时的我 我会觉得跳舞 比我唱歌要好 因为本来就 就算是有学过一些些舞蹈这样 舞蹈 然后唱歌的话 我会 自己去 学 就是韩语的那种 发音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让自己每天习惯念那些歌词 尽量去读 当然没有很好 因为 也真的没有去过韩国 那个生活的环境 所以 后面就这样坚持了可能到 好像半年左右吧 然后他们就 说 暂时可以先不用发 在这中间 他们其实有一场 吹了香港的海选 然后对其他人来说是第一轮 对我来说是第二轮 对 他们当时就跟我说 你要准备 所有你会的语言 的歌曲 然后准备 几支舞 然后他们就 另外要给我录 然后呢 就去完那一次之后 他们就是 就说 你可以先等等了 就可以先不用拍影片 哇 我就很着急 有没有中有没有像 对啊 就其实很着急 但是 也不能就一直催人家嘛 然后呢 等到放暑假 家人们就说 要去旅游 然后他们本来是说 哦 我们去台北玩吧 他们连旅游书都买好了 我说 我就要去韩国 然后他们说 啊 我们机票什么的都订好了 然后我说 不行 我就要去韩国不然我不去 然后 又很难得一起去旅游嘛 他们就没办法 他们就说 好吧好吧 那你来安排吧 然后我就 我就安排行程 然后就一起飞韩国以后呢 我就 我从小就比较独立了 然后我就会 先放他们在咖啡店 然后我就说 我去见人了 就是我去韩国的时候 我就给公司的人发讯息 我说 姐姐姐姐姐 我来到韩国了 然后 其实是我在争取啊 然后 他们就说 哦真的吗 那你 你可以来公司看一下吗 然后我说 当然可以啊 然后我就自己过去 然后所以就 这个敲定的过程就 比较快了 后来就 放完暑假 然后开学 每两天我就 飞了 在韩国 对对对 那练习生的生活是怎么样 练习生的生活 其实 对我来说很好玩 就我自己是很喜欢 因为 我一直以来就 喜欢计划自己每一天嘛 但上学的话没有办法 嗯 然后 去到那边就是 每天一点到十点 是上班时间 然后这个上班时间 你说晚下午一点到十点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 没有手机 然后又每天要交日记本 你的日记本要写 首先要写韩语 然后 写你昨天干嘛了 然后你心情怎么样啊 就 就要写这种 很像学生时代在写日记 对对对 每天都要交 然后 哦 当时就是 可能 每天他会 给你安排一些 课程 其实也不会很满 因为他也要留时间 让你自己去练习 然后每个人可能 呃 他不会让你每个人都有练习事 但是你要自己去 像是抢一样 就有空的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 在公司里面不能 吃东西 哦 然后 就 会有健身课 唱歌 舞蹈 然后还有 像我们的韩语课 还有 偶尔会有一次心理辅导 哦 对 然后 还会有一些 可能 偶尔会请一些老师来 做一些讲座 OK 对 大师班的概念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其实韩语学的 就上课其实上的蛮少的 因为我就一个月 就上了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两次到三次的韩语课 然后 后面其实韩语进步 单纯是因为跟成员们聊天 对对对对 然后 我自己会额外 让自己可能 早上十点就到公司 然后先趁着没人 运动 然后练习 然后回家洗个澡 中午再去上班 上班之后 我们是 韩国时间五点就会吃饭 韩国时间五点就是 就是这边四点 四点对 就要吃晚餐 然后 我因为不想跟大家撞时间 所以我会让自己 韩国时间四点吃饭 五点我就去运动 然后 晚上十点大家离开公司 我就再运动 然后就是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困难 还是会有点累 那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招数 就比如说 那个CCTV在这边 躲在那个CCTV下面 就偷吃一口零食这样 对 然后 有时候真的很累 就拿起 拿起笔这样 因为真的 有时候休息不够 因为我们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的 考核 对 一个月有一个大的 考核 然后这种考核都会是 有任务的 就比如说 这一次是 你要唱女solo的歌 那你就要自己去找音缘 然后 我们还没有手机 所以一定要放进MP3里面 但你想想 其实几年前 大家已经不用MP3了 就 对 挺有趣的 然后就放进MP3 然后 自己去 那个办公室里面 去学舞蹈 但那个学舞蹈 因为 它只有一台电脑 你用的时间也就 很少 而且 没有办法偷懒 因为办公室嘛 后面全部都是工作人员 你就在那边看 然后 在那边稍微的学一学 你就要走了 对 然后 然后 就自己会是 会去练习啊 就是自己会用 有一些大的舞蹈师 就可以去练唱啊 就 对 大概是这样 还会有一个叫 团长课 嗯 团长课就是 它是舞蹈课 没错 但它其实更多的是体能 而且 心里会很累 因为 团长会把你骂得 一无是处 真的 就是 它会让你在那边 我们做一个动作叫 Running Man 就大概是 这个动作 这样跑 跑 六分钟 但其实有人 试过更夸张的是 他们好像犯错了吧 然后 跳了两个小时 就是 真的 真的挺 挺疯狂 但 挺好玩的啦 因为熬过了 就挺有趣 对 当时应该没有 当时因为 到后面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已经开始在准备 加入CLC的 可能一些工作 就比如说 一起去录音 然后 我还要先复习 他们以前的歌的歌词 舞蹈 然后 就是别的练习生 是一点到十点 我是 就我会让自己十点到 所以十点到凌晨四点 就是 大家十点下班以后 我就开始了 CLC特训生的这段时间 那段时间就是一直跳 然后理事 他们都会坐在那边看 然后呢 就是 他们也会 就是因为说 新成员嘛 也会稍微的 让我再刻苦一点 所以就会说 你这个角度还是不对 你这个什么还是不对 然后就疯狂 一直放 然后呢 有一天到了我的生日 我心里面就想着 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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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是 一直不让走 就 那天 就是更加严厉 其实他们是故意的 但我当下 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也忘了我生日了 然后 一直放 对 然后后面就是 假装生气出去了 对我来说 就真的压力超级大 我心想 我真的那么没用吗 然后他们出去 回来就拿着蛋糕 我当下真的已经不是那种 好开心 而是 大哭 对我就哭了 然后我就 那天 我在拍手的时候 我应该大概也是这样 好无灵魂 对 就 就 会有一段这样的时间 然后那段时间 连上舞蹈课 那个 老师他是釜山人 说话就会比较 有点口音 对 就是他可能不是在骂我 但我听起来他就像在骂我 每一天 边跳边哭 边哭边跳 每天是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我没骂你耶 你怎么又哭了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我控制不了 就是有好几次 真的 就是他可能说 你这里 差一点 因为当下就是 太高压了 然后 直接就 跑到另外一个练习室 蹲在 这样哭 然后有时候跑去厕所 就 后面出道了以后 因为跟这位老师 其实 蛮熟的 然后他就说 你以前怎么这样 我说 你以前也不这样啊 就 他后面对我们就是 出道了的 就不会是那样吗 就延师出高途吧 对啊 是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 就现在回想还是挺 挺有趣 那你觉得就是 你后来出道 因为你刚才有讲 练习生的生活 那你觉得 出道之后 是满意的吗 然后出道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 跟练习生的时候 相比的话 出道后 我觉得一直以来的自己 也都是 虽然不一定找对方向 但起码还是一直想要去做更多 想要去变更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 就是我是算是满意的 但是呢 你如果说 外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的话 这点 当然我觉得 谁看都不会满意吧 就是 嗯 嗯 一休息就要休息八个月 你就要休息八个月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吗 哇 就是 你是嫌不下来的人 对我是嫌不下来的人 我还是会每天 让自己可能 去运动 去 学这个那个的 就是 公司不给 资源 我就自己去 存取 对 就是可能语言 我觉得不够 我就再去学 然后 其实作曲也是 公司没有支持我 我自己 就是 找人 去学的这样 对就是 对我作曲其实 也不算怎么去学 但是我起码 就是会 自己去 找人去跟我 说 能不能带着我 就 能不能让我试试 因为公司是 我说了我想作曲 不让 然后 那不让的点是 不知道 下一天 然后别的成员说 我要去学作曲 他给他 哦 那我能说什么 然后 我就只能自己去 努力写 我想呢 总有一天 我可以把 成品 给到的时候 那就 就 也一样嘛 因为其实他支持不支持我 没关系 反正这个东西是我想做的 那我就做 然后呢 到后面其实 就 后面有尝试去写舞曲 嗯 包括其实这一首 Speed Up 也是 当时其实是为了CLC而写 然后呢 也是你做曲 对 就 其实在这一首之前也有别的 他们说想要写 想要找一首夏天的 于是我就写Speed Up 哦 还是不让 那就 对啊 就是蛮可惜的了 但是 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也没办法 就是说 我搞错这样 就这种就没办法 但是 我觉得在各方面 就是 他们对于我们组合的一些 支援的话 当然 没那么满意 嗯 就 对就是可能 嗯 其实蛮多工作机会等等的 也都会 就是 可能是 我们成员们通过身边的 朋友什么的 介绍的 对 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休息八个月 他们还会找借口说 你们 减肥没减到 但其实 就是 一直以来也就这样 就是也没有怎么说判过什么的 就是 他们总会找到一些借口 然后他们自己可能 就 各种公司内部的问题吧 就可能导致 别的 对 因为公司里面可能 比如说他分两个部门 两边 那那边部门的就一直好好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一直 换风格换风格 因为一直上面的人 换人 他喜欢什么 他就让我们 让我们跳什么 就会 对 所以大家看到的就会说 哦 为什么你们团一直不定下一个风格 不是我们不想啊 我哪怕我 就是都已经 觉得我们就是适合这种 Girl Crush的 我就一直写Girl Crush的歌 其实写这种风格的歌 并不是说 我擅长 而是我真的太希望 我们可以 好好的走下去 所以到最后 对 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继续这样走下去也是 就是 因为他们也说 放弃就是这样 就是除非你真的是 打从一开始 你就要做一个百变的 而不是说 你 发了几首这样不一样的歌以后 你来说 他们是要做百变的 你这样 就 就不对了吗 初衷也不对啊 对啊 那你愿意不愿意谈 为什么你当初 就是离开CLC 那你现在会觉得遗憾吗 首先我觉得 您刚才听完 你有觉得我为什么离开吗 就是 努力过了 然后 当然我也很想要 就是 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其实本身没有一个 分开会是圆满的 那 倒不如不要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写句号 OK 就是 我觉得 我们成员们该做的也都做过 就是 对我们来说 青春真的特别重要 然后 如果说 其实他们也没有要继续为我们做什么的情况下 就 倒不如每个人 好好继续去发展 像 现在我觉得大家就 都挺好的 嗯 就是前阵子可能 刚好我发歌的那一天也是 有两位成员他们也是同一天发歌 然后也同一天 我们有一个成员也在一个节目里面 就是 胜出了 哦 对 就我觉得大家的 就都可以继续这样去活动 才会是 我们自己最初想要的东西吧 嗯 因为 最初可能我们做这个CLC 我们不是说 哦 我这辈子做CLC就 不做什么任何其他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 歌手梦 那 当 就是前面有 一个这样去拦我们录的 不应该拦我们录的角色去拦我们录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 对 就好聚好散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看到你就是 后来就是 即使离开了 但是 你现在还是有继续创作歌曲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初心还是没有变 对其实 我觉得 我特别感 就是我会对于我的一切经历都会保持一个 感谢感恩的心态 因为 不管他 不管经历的时候 是觉得是好还是坏 过去了以后 他对我来说都一定会是好 因为我一定有成长 然后一定有蜕变 就以前他们的不支持 但是会让我可以自己还是会 选择要去作曲 然后我还是觉得我要坚持 那一直坚持下来 不管作品是我自己发 还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别的歌手朋友 他们去演绎 就我觉得 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我的东西 就 就只是把自己的版图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 因为你刚才有提 就是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有提到说 就是公司可能会有要求体重 体重这些 他们是有什么 因为之前有些人会说韩国他们会有 练习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体重公式 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其实没有什么公式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按每个人来 就是给你 就算是会定一个吧 但他也不会准确说你要多少公斤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是一个 你看着 好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的 一个这样的做法 所以也不会特别说要借吃 吃什么东西 这个会 会啊 就是他们 因为公司跟外面有一个合作的食堂 但是呢 那边的话所以有个餐费 对 然后 那你在那餐费里面其实也吃不了太多 主要是每一周都会量体重 那 对 就自己看的吧 哇 然后像 就是我们的话可能偶尔是吃食堂 偶尔就自己带便当 就自己可能 自己煮这样 对弄一些简单的就带到公司吃这样 那其实也不简单 对 对 就是 当时就真的 就是 瘦 那现在家人是 已经支持了 他们很开心耶 超开心的 就是看到 可能他们会去看什么网友的留言 或者是公司的留言之类的 我不知道 其实妈妈会比较在意 妈妈是 但她的在意她是因为她真的看太多了 她 就是每一篇所有只要 只要是说我的东西她都会全看 但我就跟妈妈说不要看那么多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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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怎么 你干嘛 不开心呢 然后我说你不开心才让我更不开心 我说 就是 别人 那种情绪不会影响到我 你的情绪会影响到我 因为是比较亲的人 对啊 你不开心 我就心疼 不行 那 你哪怕看了我拜托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 因为又 更 就太了解妈妈了嘛 她会 她会很容易就会受影响 毕竟她就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我这种就已经就是 出来 就预料到大家会说好的不好的 那 就 接受吧 你刚才说到你 你其实初衷一直都没有变 那你初衷算是什么 然后你之前的愿望现在有改变吗 我其实 一直以来好像都没有变过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一个小目标是想要成为一个 多方面发展的艺人 OK 全方位的艺人 现在算是有 努力中 就是 唱跳演作曲 好暂时算是一个努力中 然后 然后目标持续进行中 然后呢 我的其实初衷是 我 我希望 我可以通过作品 给到力量以外 等哪一天我可以成为一个 影响力比较大的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嗯 因为 当更多人去看到我的时候 我希望 我可以说 哦 我想要去 我觉得要怎么怎么样啊 我就要去帮一些人啊 就我希望 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啊 他们看到会觉得 本身单纯可能是 哇 姐姐好美 然后 延伸到就会 我想要像姐姐那样 我想要去帮人 就是 我是希望是这样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啊 或是想妄想 想达成 接下来的话 首先还是 先把刚才的这些 要做的小目标 就是 好好去 继续去进行 然后 希望说 因为之前粉丝们等了我 这么久 对啊 对 很快耶 对啊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 我不会让他们 要等八个月的空白期了 就是我一定会 一直 尽量努力去 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 嗯 嗯 就希望说 他们觉得 认识我 知道我 是一件开心的事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访谈 就差不多了 谢谢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Elky 跟我深度的对谈 谢谢 那本质呢 我也会抽一个新语尔 然后呢 可以得到 Elky的亲密亲密白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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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